有線歡頻旗下的奇妙電視 獲發12年免費電視牌照 奇妙電視將會以鼓網傳送 如果首年在網絡10米範圍內 會覆蓋到220萬用戶 第六年增加到240萬 部分的大廈亦都需要指揮提升設備 容易接收訊號 吳志根盤 香港再多一間免費電視台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向有線歡頻旗下的奇妙電視 批出免費電視牌照 有效期12年直到2028年 奇妙電視將會以鼓網傳送 透過有線電視的網絡 經大廈公共天線系統接收 部分的大廈要自費做提升 和接收訊號的工程 費用涉及大約1萬元 用戶亦都可能要用500元裝解碼器 而部分大廈亦都需要視乎情況 自費安裝頻度雷波器和轉換器 費用由2000元到7500元 通訊局認為安排可以接受 奇妙電視預計在頭一年 在網絡10米範圍內 匯覆蓋到220萬戶 6年後就增加到240萬戶 奇妙電視在獲發牌價頭一年內 要開設一條粵語綜合頻道 提供新聞、文藝、兒童等的指定節目 不過就無需好像無線和ViuTV一樣 每個星期必須播放港台節目 原因是奇妙電視 未具有擴闊觀眾接觸面的能力 有關的決定 會在中期檢討的時候再審視 而英文的綜合頻道 就要在獲發牌之後的兩年內啟播 奇妙電視承諾 頭六年的投資金額要11.76億 通訊局認為金額比較低 但可以接受 奇妙電視歡迎政府的決定 承諾會提供優質的節目